大家好 我是短道塑花世界冠军 国家冰雪运动推广大使李佳军 冬奥会即将开幕 在本届冬奥会上 我的主要工作其中一块就是 奥运会运动委员会委员 主要工作呢 也是说能够在比赛期间呢 能够为各国的运动员 创造更好的这种 吃住行训练比赛等等 这些的服务和保障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能够在 北京冬奥会上 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这两年的训练 确实说非常艰苦 无论是从全球这种 疫情的情况下 还是说在咱们国家 在近几年对冰雪大力发展这种态势下 给运动员都有巨大的这种压力 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呢 在奥会当中 能够在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预防好伤病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最好 尤其说在心理方面 要减轻自己的压力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我相信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这两天看到新闻 咱们香港的队员也在短道速滑这个项目上 取得了一个冬奥会的资格 因为目前香港的教练呢 以前也是我的队友 之后我们有一些交流 的确说香港运动员在训练呢 等等方面上 确实说又要克服很大的困难 但是呢非常开心 他们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同时呢也希望在以后的日子 能有更多的香港运动员 到内地来参加一些比赛 和一些训练 这样的话呢 对他们的帮助会更大 同时也祝愿香港运动员 能够在本期教练会上 取得更优异的成绩